煎餅跟披薩一樣 是最忠實的 對 因為它只有兩片 四片 六片 八片 他絕對不會欺騙 我... 好無聊喔 你 下一位 各位姐要帶來的叫做是 我帶來的是石井煎餅 那個上菜上飯也可以拿來煎餅 煎餅耶 就什麼食材我們都可以善用它 好 而且這很好做 好 中筋麵粉它有100克 100克 OK 這是菜籃米粉35克 好 倒下去 非常的嚴謹 對 然後呢 攝蛋 一小顆 倒下去 倒下去 來 然後呢 鹽 1分之1 它應該有養這個 養 肉體 但是不要太多喔 不要太多 因為它食物本身 你沒有甜度什麼啊 對 它可以倒了 我給你單一倒了 這幾顆 這是水 幾顆 水呢 這個 該不會是150克吧 這麼精準嗎 好 坐到這邊我講解一下 我問一下 好 先講解 那水的話 你剛剛說你湯有沒有剩下 有 你為什麼不加那個湯汁 直接帶去水進來 那個味道不是更棒嗎 會有剩的湯對不對 好 來 豁一豁 來 豁一豁 豁到豁的這樣子呢 好 時間吸吻一下就豁了 豁一豁 豁到這樣子之後呢 好 來喔 重頭戲來了 我們要把我們所剩菜 那是什麼 這是 剩菜 雞蛋 剩菜就是 有蝦仁 有蛋 還有雞肉 對 雞肉 雞肉整塊放進去了 對 那是什麼 那麼大氣耶 等一下 蔥爆牛肉 麻油雞湯的雞 對 還有蔥爆牛肉 我跟你講你麻油雞湯的雞湯 倒進去 我跟你講 會很香 更香 更不得了 好 你會拿 我就會知道了 然後雞肉記得要切小塊一點 這麼太大塊了吧 再把它切小塊 還有 牛肉也是一樣 今天就做厚餅了好不好 厚餅 沒關係 好 現在都貨好之後 我們就來煎了 好 開火 開火 這個煎餅火不能太厭 對 沒有錯 不可以太鹹 不可以太鹹 然後我們放一點油 油也不要太多 對 好 差不多可以 好 不可以太鹹的原因在哪裡 底下有插手指 會炒灰嗎 底下有插手指 要插哪裡 插哪裡 這樣子倒進來以後呢 你把它油 在外面 在西連油起來就像這樣子 那個 好 來 我要倒下去了 倒下去了 刮這個 好 要刮一刮 對 等一下你要把這個麵糰把它鋪平 是 它才會平均受熱 對 有在做喔 有啦 看起來 虛惑就很會做 我跟你講 單身女性 加減多少都會做了 對 好 我們為了要平均受熱呢 我們把它蓋上 蓋起來 大家要注意 一定要轉小火 鍋蓋蓋上 因為你沒有這樣子 你開大火的話 這個草味搭上面的中間 完全不會熟 對 好不好 這大概要搞多久 三天五夜 好 我們現在都在這裡的喔 真的吃... 沒有... 馬上就好... 那就是這樣 你現在鍋蓋稍微翻蓋一下 然後聞到香味對不對 看到金黃色就可以翻 翻過來 再鍋上蓋上 大概三五分鐘就好 好 那這個時候 你為我們帶來一首歌吧 好 來 阿彌陀佛 你不會 要翻了嗎 可以翻了嗎 我要翻了... 來 家裡面的話 最好是這樣的 這樣子 誰倒進來 慢慢來 再翻對不對 好... 但是在這邊呢 我再滑一個 來 一二三 翻手 來 來 好 好 我們師傅在一起 好玩喔 等一下... 其實還沒煎 還沒煎啦 這炸炸太浪費了 好不好 因為翻筆吃還重要 不吃也不會怎樣 我只想看翻而已 對啊 在煎餅的時候 我來調我的那個 煎餅 煎餅煎餅 煎餅 這煎餅很重要 其實很簡單 這就是醬油 香香的 那這個呢 就是糖 糖 不是 不是 方糖 剛剛那方糖過期了不行 好像做什麼還在糖 對... 就是要降它的鹹度 對 就是這樣 還有糖也是要降它的鹹度 變鹹鹹了 糖跟醬油一比鹹的 會掉 一碗一碗對一碗是鹹的 OK啦啦啦啦 對啦啦 因為裡面有糖嘛 OK 然後啦啦讓它淹去 對... 但是在這邊呢 真的喔 有什麼滋味 有什麼滋味 沒什麼滋味 海公製品 那要怎麼辦 好啦 我來教大家調一個 上面的 小朋友都喜歡吃的 真的 一個醬好不好 然後呢 小朋友喜歡吃的 這是什麼 沒奶子 沒奶子 小朋友特別喜歡的嘛 所以這是郭師傅特調的 對不對 小朋友 也可以讓他吃一點那個 芥末 當然芥末 小朋友 可以買黃色的 比較不會辣 這個呢 辣度有點辣對不對 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太多好不好 然後直接就進來 啦啦呢 塑膠袋 塑膠袋 把它裝起來 就像我們買的 梅乃絲可以用擠的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我們再給它撿一個洞 好好玩喔 等於可以把它擠在上面 有沒有 是不是很漂亮 很厲害 然後呢 對嘴這邊 來 口要很大還是小 小一點啦 小一點喔 不要大 要擠太多 好不好 好 漂亮的 好期待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看 那這邊煎餅也好了 應該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我們來 開蓋 開蓋 郭師傅 再翻一次來 大家沒看清楚 關一次 好 我要看師傅 來 這邊已經煎得非常漂亮 對不對 是 在家裡面的 我跟你講 就像這樣子 好輕鬆 為什麼你這麼輕鬆 他都已經什麼級數的人 來 在家裡就像這樣子 我示範一下比較正確的 安全 安全 對 安全 好 不行 你決定了 好不好 好 要切 要太切了 對 你會不會切 師傅切 煎餅跟披薩一樣 是最忠實的 對 因為它只有兩片 四片 六片 八片 他絕對不會欺騙 好無害喔 你 好香 再來 就像這樣子 這個煎起來滿香的 好香喔 看起來是成功的喔 楊秀慧畫腐朽為神奇的食材 救星 持錦煎餅 會符合眾人的口味嗎 你也可以沾那個 上面還要撒一點柴魚 趁熱有沒有 柴魚 它假如熱度上來的話 柴魚上來 它已經會掉 這樣好像在炸 一定會動 有沒有 太好吃了 不可能吧 謝謝 來 師傅 來 謝謝 這邊那是廚魚嗎 什麼廚魚啦 對 剛剛那些廚魚 以前叫廚魚 現在不在背 畫腐朽為神奇 對 看起來好好吃喔 沒有 太好吃了 這食材 意外很搭耶 而且沒想到麻油雞 竟然不會搶到這些味道 也不會怪怪的 就是你知道 這鹹甜感完全剛剛好 不油不膩耶 好棒喔 文綺有沒有比你剛剛還好吃 因為剛剛那都是我自己在做 我跟你們說我很適 師傅在做 美麗油比較好吃 這樣 我覺得它厲害是什麼 它不會油 而且它有那個味道剛剛好 柴師傅呢 他把美乃汁裡面放了一點芥末 對 完全提香 對 有點中心合併的感覺 很像在吃的魚膚披薩 又在吃的泰式煎餅 有... 泰式煎餅的感覺 鮮甜鮮甜的 對啊 像那種日式的那個什麼 對 剛剛一直在講 它湯汁 那麼香的湯汁 那麼鮮的湯汁 我跟你講 麻油的香味 你只要加在裡面 掉進去水頭 這個更百分之百加分 很像那個湯的對不對 對... 沾秀惠特調也滿厲害的 對啊 張開看... 還是OK的 沒關係 師傅... 也挺泡的醬油 把美乃汁的甜味提出來了 OK對不對 家師傅的那個是章魚燒 家師傅也是 是... 還是... 還是... 對... 你這個形容真貼切 對... 好 謝謝秀惠姐 謝謝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按下小鈴鐺 按下小鈴鐺